关心新闻 桃园市中立区的太风轮太工厂 在昨天下午传出了一起严重的火警 近千坪的厂房陷入火海 还一度直逼临近的民宅 入夜之后这火势还持续的闷烧 仅消失花了将近七个小时 才终于将火势补灭 入夜之后火势仍旧烧得猛烈 厂房火蛇烈焰窜出黑色浓烟 直冲天际相当害人 消防弟兄紧急步水线灌旧 桃园市中立轮胎工厂 十七号下午传出火警 不断燃放有毒化学物质 甚至里头近二十万个轮胎 复制一具产生大量黑色粉尘 消防局调派七十八辆消防车 近百名消防人员抢救 以及三部救护车紧急待命 但燃烧面积高达千平 甚至一度逼近周遭民宅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稍稍控住火事阻挡延烧 环保单位也立刻到场 监测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 在现场整个来看 燃烧的部分都是成品的轮胎 成品的轮胎 没有其他的化学物品 结果呢 因为燃烧的区域就是一个 它的成品仓库的部分 大家看得到都是黑烟 那一定是有毒气体 那环保局跟毒化队 都有在现场做监控 火调人员忙进忙出 出不言判 起火点是在一层楼结构的厂房内 铺上大量轮胎火事 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一度惊喘油槽受到波及 这个我们下午发言 到时候会有 都是成品吗 都是成品吗 做好的轮胎吗 都是客人感的要力 这是成品的产品 对 不是成品的产品 真的刚好也是出货忘记 整起工厂火警 花了将近七个小时 才顺利忽灭 后续还要处理残火 正巧碰上年前赶货潮 轮胎工厂损失无法估计 好在没人伤亡 不排除是电线走火引发火事 真正起火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好 谢谢大家